中国和印度都是亚洲的人口大国,同时也是军事大国,印度一直叫嚣自己是亚洲第一军事大国,但是从国际上来看,大家似乎更承认中国的地位,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,不管是空军,海军还是陆军都是完全碾压印度的。 所以这也是让印度对我国充满着敌势,再加上我国和巴基斯坦自来交好,则更是让印度觉得我国是在刻意针对他们,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天生的死对头,不过对此我国也是毫不在意,因为印度这个国家,说起来确实也不可深交,总是出现墙头草的行为,在国际上的名声也不好。 就比如说前不久,美国对伊朗实行了石油制裁,禁止别的国家从伊朗进口石油油,对于美国的建议,我国和俄罗斯建兰是不予理解的,不过当时印度却突然跳出来说,他们也坚决不会服从美国的建议,宁愿不买美国的武器也要从伊朗进口石油,当时这一点也是让伊朗深深的感动,更是让全世界都为之震惊, 觉得印度这次实在是霸气,毕竟很多国家其实都是敢怒不敢言,而印度则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,就在大家觉得印度是个英雄时,印度却突然又分回路转,收回遵守美国的建议,并且已经付出行动,减少了从伊朗的进口石油。 据悉印度之所以这样做,其实是美国的让印尖师,美国已经承认将会给国内最先进的武器卖给印度,印度看见了好处,这让印度就此松了口,不过这种行为确实被国际上所嘲笑,所以这种国家,我们也是不屑于他们建立深厚友情的。 并且各方面,大家都觉得印度远远不如我国,但是我却承认在某一方面,印度确实是比我国优秀的。 这里说的就是继承传统文化,我国和印度都是一个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国家,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这个国家,也就是传承着他们的文化。 很多印度人每天都会穿着他们自古以来的服装,并且包括平时的情维方面都是在继承他们古老的传统文明。 但是,从我国来看,就比如说如果有人在大街上穿上了汉服,一定会被人当作是一类,被别人嘲笑。 很多人已经将我们的汉文化完全忘记,大家都在追赶潮流,追赶西方的一些节日文化,而完全忘却了我国的民族文化。 这是十分可悲的,作为一个中国人,我们应当拥有自己的民族自豪感,拥有文化自豪感,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,还有无数优秀的文化。 我们不应当将它忘却,而应当是继承并且发扬光的。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